遗憾是什么,大概是遇到了那个想要守护的姑娘,可是我却没有钱家中。 六月的第一次洗脚,我将时间安排在高考结束之后,没有其他原因,只是单纯地想给高中毕业十年的自己一些小小的仪式感。 还记得读书的时候,心比天高,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。 总是在幻想着前途无量,王后会过上美女环绕,至最精密的生活。 可现如今,沉默无语,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。 拿着每月三千的薪水,望着车水马龙的街区,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亿万万蝼蚁中的一个。 甚至那个射牛的自己也慢慢变得射恐,洗脚也成为了我接触异性的唯一途径。 不过好在,今天遇到的姑娘很是漂亮,一米六五的身高,白白瘦瘦的,眼睛弯得像月牙,笑起来好看极了。 我不敢与她对视,因为月色在她眼中,此刻便是心动。 我不由得想起于光中先生的一句话,月色与血色之间,你是第三种角色。 于我而言,日月星贵之间,你是第四种难得。 我突然庆幸自己读过几本书,不然我可能开口就要说,美女,你可真美。 人在感觉到性子的时候,都会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。 我真的很喜欢此刻的这种感觉,这种安静,这种惬意,可以抛开烦恼,享受自由。 可时间是公平的,却也是无情的。 她说她要下钟了。 临走时,她问我,还加钟吗? 没有谁不想沉溺在温柔香汁中。 可是我真的囊中羞涩,只能摆摆手,告诉她,下次一定。 可下一次,又是哪一次呢? 为此,东交道家会员迈克阿水先生表示,遗憾了,遇到喜欢的姑娘,却连片刻都留不住。 可是这又能怪谁呢? 还记得我高考结束那天,下着大雨,我打着伞,骑着自行车回家。 结果半路上,车链子一支掉,咱们也修不好。 回到家,我就抱怨自行车质量有问题。 可是十年过去了,现在的我才明白,原来掉链子的,竟是我自己。